肾病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肾病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有四条 咱们通俗的来讲是三高一低 那是哪三高呢? 第一高是高宁 肾病综合征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低蛋白血症 出现水肿,血液粘稠度开始增加 这是第一高 第二高呢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高血脂 高胆固醇血症呢是由于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 然后出现肝脏合征这个血脂的成分增加 是胆固醇增高 第三高呢就是高蛋白尿 也叫大量蛋白尿 24小时尿蛋白定量呢大于3.5克 这是三高 一低呢就是低蛋白血症 低蛋白血症呢是由于尿中丢失了大量的蛋白尿 引起了血清蛋白的白蛋白的下降 导致呢这个其他的这些三高出现